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思想先据报节目现场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我们非常为大家关注到的就是 前华尔街日报的一位记者鲍博戴维斯先生 那么他在过去的两年里 一直是在为中国电缆 The Wire China做撰稿人 老先生退休了之后仍然是不离老本行 那么在刚刚发表的这一篇文章中 他实际上是对自己的两年多来的采访经历进行了一个回顾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 可能是两年合同到期之后的收工之作 但是在这样的一篇长文之中 他不仅仅是回顾了之前采访这些美国与中国政策相关的官员的细节 更是披露了一些之前我们所不知道的 这一些美国官员与中国高层交往的相关的情况 那么首先先说一说鲍博戴维斯先生 他其实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 就一直为华尔街日报做报道 而且报道的主题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他自己写道 说作为一个记者 我并不是说去引导我的受访者跟我说什么 我只是引导受访者解释他们的想法 不是试图说服他们我的观点 在驻中国期间是他在2011年到2014年这个阶段 正好有一个概念叫做中美国 那个时候是两国深度抱爱 相当多的一部分人都认为中国和美国可以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那么在川普时期的时候 鲍博戴维斯仍然是这个当时他已经回到了华盛顿 仍然是报道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当时中美国这样的一个前景 似乎已经迅速的暗淡了 鲍博戴维斯回顾 说我回顾我之前的这一些访谈 其实最尖锐的分歧不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 相反分界线是什么呢 分界线是2016年前后 当时习近平巩固了他作为中国领导人的权利 而川普是赢得了总统的选举 而在这个过去的这样的几年的时间里 这样的一种不是以党派化解 而是以时代化解的对话态度显得更为明显了 在过去的两年里 戴维斯先生是采访过一位众议院院长 这是佩洛西女士 采访过两位国防部长 一个是罗伯特盖茨 还有一个是阿什卡特 采访过美国的一位国务卿蓬佩奥 采访过美国的两届财政部长 一个是萨莫斯 还有一个是鲁宾 采访过两届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一个是哈德利 一个是奥布莱恩 采访过一位国家安全局的局长 就是罗杰斯 采访过三位美国的贸易代表 分别是巴尔舍夫斯基 佐利克 还有弗洛曼 采访过三位驻华大使 分别是三位大使 不光是驻华大使 一个是洛加辉 一个是伯恩斯 还有一个是现在非常激烈批评习近平的 经常冒冷言冷语的这一位 拉姆伊曼妞尔 是美国驻日本的大使 同时还有一大批 深度参与中国政策的副部长级的官员 还有其他各类的政府官员 比如说博明 坎贝尔等等等等 他首先就回顾到 说首先我跟他们采访 印象最深的 还不是他们对华政策的表态 而是他们与公众形象不符的一些有趣之处 比如萨默斯 这一位前哈佛校长 财政部长 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呢 最喜欢的电影是Rocky 就是美国的这个拳击的这个电影 曾经为这个萨默斯效力的一个助手 向鲍伯·戴威斯发誓 说有这么一个视频 记录萨默斯穿着Rocky的灰色的运动衫 冲上一个建筑物之前的台阶 但是他们说得到了萨默斯的明确指令 谁也不许把那个视频交出来 所以这个视频到现在鲍伯·戴威斯也没有看到 另外一个让他觉得很惊讶的 就是曾经担任高盛的CEO 后来成为财政部长的罗伯特·鲁宾先生 大家知道鲁宾在公众形象是非常严谨的 非常拘谨的一个人 他最喜欢的音乐是什么呢 是约翰尼·卡什的福尔森监狱蓝调 他是一个乡村的音乐民 那我们知道乡村音乐 大家知道是美国的这一种 带有谈情说爱这样的一个小曲性质的 大家普遍认为和鲁宾的这个外部形象不符 鲁宾还曾经问手下人 说这个吉米·巴菲特是不是沃伦·巴菲特的亲戚 那么显然是对于整个的 这个怎么说呢 对吉米·巴菲特本人缺乏了解 这也十分有趣 再有就是之前的国防部长阿什卡特 一位理论物理学博士 这个戴维斯问他说你最喜欢的书是什么呀 说我最喜欢看的就是科学领域的教科书 说但是有一个麻烦 我带着这一些入门教科书去海滩的时候 总是觉得有一点怪怪的 同时他也特别清晰的记得博明的父亲 一位前司法部的律师在申侯 我们知道申侯是谁 申侯的身份被揭露为是联邦调查局副局长菲尔特之前 其实博明的父亲就知道申侯是谁 但是他的父亲对这件事是守口如瓶 那后来这个戴维斯就问博明 说后来你知道真相大白了 你父亲啊把这件事对自己的亲儿子掩盖了这么多年 你是不是会觉得会发疯了 博明说说不发疯 说我既是记者 但同时呢也是国家安全的从业者 我也曾经是某一个秘密的守护者 但是博明没有说到底是哪一个秘密 再比如说戴维斯曾经问这个拉姆一半牛尔说为什么你老是在推特上调侃习近平啊 为什么你觉得这样好玩啊 这个一半牛尔呢 我们知道被认为是具有超长政治手腕的这样的一位美国政治幕后大师啊 他说我这个人呢就是不喜欢被别人愚弄 所以呢不喜欢撒谎的人 他说中国领导层对我撒谎 因此呢我就要在推特上面调笑调笑他们啊等等等等 那么这个戴维斯啊这一位记者 那么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多次介绍到他的报道 何明先生你对戴维斯先生的评价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在西方的这个记者最近几年是非常的艰难 艰难就在于要拉到这个第一所消息啊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在这个时候呢 有一些西方记者就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从西方里面拉到关于中国的消息 所以戴维斯先生他所掌握的一些细节 他所接触的这些人啊 多多少少跟中国都有一些关系 这些人虽然不是说完整地掌握中国的机密 也不是这样 但是他们跟中国官员的这种接触 所得到的信息 未必就可能外交大家已经流传的 或者印象中间的信息啊 是一致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价值 甚至这种价值还超过了我 从他们直接从中国官员里面得到的信息的这个价值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要到中国西方记者去采访 中国一个官员是非常非常之难的 所以很长时间都是要靠小的消息 那么小的消息这个来源就不明确了 而戴维斯先生他不一样 他在这个里面他就很清楚 这是部长这是随随随随 他来源 你马上就可以比较确定 所以他的消息我是非常的重视 第二个是他的观察的这种角度 和他的深刻的程度 他不仅是在中国电脑 他在外交政策外交事务 发表的几篇文章 我都觉得是真正有料的 他的思维和观察是建立在一个掌握信息的基础之上 而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的这种推理 所以是非常难得的受人尊重的这样一位记者 或者是老前辈 但是很可惜啊 他退休了 他为什么退休呢 我觉得很奇怪 这个其实他现在已经是年过七旬啊 其实已经超过了美国人一般的退休年龄 但是人家比更不错呀 还在继续的工作 那么正如刚才何明先生所说 他正式通过与这些官员的聊天对话过程中啊 获得了有关于中国的一些 我们之前所不知道的独特的内幕和细节 在今天呢 我们就为大家整理一下 首先要说到的是罗伯特盖茨 那我们知道啊 罗伯特盖茨在两届美国政府中 是分别当中央情报局局长 当国防部长 但是他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是什么呢 是一位特务啊 当然不能叫特务 叫年轻的CIA官员 他说呀 说八十年代的时候啊 我都到北京去 说现在想来啊 几乎是难以置信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几个CIA官员啊 就是在天安门广场 以及周围到处油荡荡 到处跟别人说话啊 他说呢 另外还有一次啊 现在想来简直不敢想象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在一个监视苏联导弹发射的雷达站上 结果呢 看到解放军的这个设施中啊 有一大堆美国人来训练解放军军官 到底如何读取啊 谣测数据 这个情况在美国绝对是绝腻的 但他作为一个CIA官员看到当时美国和中国之间 即使是军方都有如此密切的合作 你就看到八十年代这个时候 美国对于中国的拥抱啊 当然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就是对付苏联啊 对对对 那个时候甚至解放军有一支 有一支队伍在美国干什么呢 显在美国的战绩 其中我就认识负责这个采高美国的 这个波音机的这个这样一个负责人 他是一位解放军大将的孩子 他就跟我讲了这个过程 这是八十年的那种 你无法想象的合作啊 首先是军方合作 所以他的说法是很有道理的 那么接着讲 情况发生变化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就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事件之后呢 两国的关系迅速恶化 当时呢老布什总统是暂停了对于中国的高级别的接触 也暂停了对于中国的军事销售 但实际上呢 只持续了几个月 拜维斯呢在采访中也问到这个问题 其实在最开始这个冰冻期几个月之后 美国方面就主动与中国再次取得了联系 当时担任国务院的一位官员的人 就是后来的佐利克 当时也叫佐利克 但是后来呢成为了美国的财政部长 他就讲到啊 说当时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 斯考克罗夫特 其实呢在1989年12月 有一个秘密的任务 就是去北京 跟中国说我们要恢复高层别的基础 接触 89年 我们看到6月到12月 其实就是6个月的时间 有这样的一个冰冻期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高层面的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当时啊 他呢在这个北京啊 为这个中国啊干杯这样的一个图片啊 出现在中国的一些主流报道中 让很多美国人呢批评他 说你是谄媚杀人犯等等等等 但实际上 不被 不 背后这一切 不是这一位国家安全局局官员自己安排的 而是老布什政府的亲自受益啊 而且他见到了邓小平 见到了邓小平 还有呢 我们就看到 美国和中国修补关系啊 马上呢 我们就看到北京是结束了 对于核核导弹扩散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禁忆 也没有阻碍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 支持91年海湾战争 把这个萨塔姆赶下台的这些奴隶 所以我们就看到 即使是联合国家非常微妙 刚刚恢复接触的时候 当时美国在外交领域对于 中国在外交领域在国际事务段 对于美国没有构成更多的麻烦 没有因为当时美国对于中国的封锁 而导致两国的关系出现彻底性的裂痕 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点 对 这个里面有一个大的背景 如果是再晚几个月 美国就未必判特使去了 因为再过几个月 苏联就崩溃了 所以这个历史有时候真的是很难说 最厉害的战略学者 他对这个历史的评估 因为那个时候之所以他要派人到中国去 两个原因 首先第一个就是还是要保持联合中国来对付苏联 所以这个东西几个月崩溃了以后 那就不应该出来 第二个事情就是说 希望把中国拿入到美国的这个体系里面的安全体系里面 但是这个跟前面那个是连在一起的 根本的原因还是苏联 根本的原因是苏联 这是一点 另外还有非常有趣的一段 就是美国的前贸易谈判代表 朱镕基时期非常出名的巴尔舍夫斯基 他回忆起 说这个中国人是什么呢 他知道中国人爱面子 但是有的时候他作为一个美国人 不是很懂中国的规矩 还有讲到在WTO谈判期间的时候 有一次谈判陷入困境了 怎么办呢 这个巴尔舍夫斯基就公布了当时中国私下里给他提出的一些贸易的让步 那么其实当时双方还没有达成协议呢 但这个我们就说这个这个巴尔舍夫斯基也是有手段的 你既然私下里向我承诺了 现在我们陷入当局了 我就把这一层纸撕破了 我就在公开场合说出你到底对于我们达成了怎样的这样的一个妥协 结果当时中国谈判代表是怒不可遏 那么当时这个巴尔舍夫斯基说 其实我这么做不是为了故意去挑衅中国 我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就发现中国他们内部也有压力 让他们收回之前所同意的这些内容 所以我是先发制人 把他们私下里承诺给我的事情提前公布出去了 那戴维斯也问了 说这不是让中国人不高兴吗 你知道中国人爱面子 那么这个巴尔舍夫斯基说是什么呢 说他们是不高兴 但是你知道啊 这个中国是一个历史非常长的国家 每一次他们受到屈辱之后啊 又是烫了一口气就恢复了 他讲到这样的事情 说还有一点啊是一个细节 说啊说我这个人是饮食非常讲究的这么一个人 或者说饮食非常小心的这样的一个人啊 说我在中国的宴会上啊 我看到我不认识的动物的部位 我从来不吃 按理说这个对于这个东道主中国来说是有一点不太尊敬的啊 但是他说啊说中国人可能对此也是啊 他们也没有责怪我 他有讲到啊说中国人呢 虽然表面上是有这样的一个爱面子 有这样的强硬 其实心里是很柔软的啊 那么对于他们的啊 他们认为的某一种冒犯 即使是当时怒不可遏 在事后啊还是干干嘛干嘛 能够回到某一种实际啊 比较实在的这样一条路线上 这个说法是不是同意何明先生 我觉得中国人后开啊对人的尊重和柔软 我觉得这个解释是非常之正确的 但是呢公开这个私下的承诺这个事情是 第一是很不地道 第二个是造成当时候的朱英基他们的难堪 正是因为朱英基在跟美国方面的这种交往 他有他的一些弹性 他比较能够理解美国 他也知道这个江泽民也是比较能够理解 和愿意跟美国进行交往的 但是一旦披露这个事情之后 他陷入到一种困境 甚至朱英基到了美国之后 他做出的某些承诺一些讲法 后来都成为一个被人攻击的靶子 所以朱英基是跟美国打的交道的实物 而曾根本上把朱英基在中国的决策体系里拉下去了 这一点可能戴维斯先生未必知道吧 好谢谢这个和民先生的补充 这个我也披露一下 谢谢和民先生的补充 还有啊就是坎贝尔 坎贝尔在和戴维斯交谈的时候谈及 说过有一个中国的外交官 是我非常非常亲密的朋友 他没有说是谁 说坎贝尔说啊 说之前呢我们两个人经常散步啊 无话不谈 结果呢 现在呀 坎贝尔说在过去的几年的时间里啊 坎贝尔已经成为了美国的亚太沙皇 他说呢 我又见到了这一位老朋友 中国的这一位外交官啊 他说呢 哎我就问了他一些问题 结果这个外交官啊 走着走突然停下来了 就跟他说 说库尔特呀 这是坎贝尔的名字啊 说现在呀 咱们可以谈孩子 咱们可以谈我们的孙子 我们可以聊聊体育 但是我们之前谈那些问题啊 现在我是不能再跟你谈了 哎 这一点怎么看 横尔先生 我觉得这个也是坎贝尔先生 讲的比较真实 中国的官员最近几年除非你被授权 否则的话呢 或者是你这个重复官方所讲的话 那种当时候的在江泽民和这个胡锦涛时候 那种比较大的弹性的发挥 尤其是比较几个厉害的人物 确实变得非常的紧张 因为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就打破原来的官方的这种生态 谁都不知道会怎么样 因为你很容易被抓住这个把柄 这就是习近平的体制在过去几年 表现刚性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官员就不愿意来承担责任了 因为你可能是付出代价的 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外交官 他就是因为讲了一些话吧 结果呢就引起当时候的美国的国务卿 奥布莱恩的强烈的不满 强烈的不满 然后就跟中国怎么怎么抗议 实际上当时候 中国的这样一种 私下的沟通啊 不管是美国满意和不满意 他比那个僵硬的外交的那个壳里面 还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对创 你哪怕是观点不一样 他至少可以沟通 而对于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 这些人连沟通都不想沟通了 哪怕是强硬的话 哪怕是我们私底下的某些话他都没有了 也谢谢和平先生的补充 谢谢习近平先生的补充 整篇文章中在我看来最有趣的一个细节 是来自于骆家辉 当时呢这个习近平还是中国的副主席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到美国有这样的一次访问啊 当时骆家辉是作为主要的接待官 他就说呀 说我就跟习近平谈起了 对于中国社会上的一些抗议呀 甚至有一些这个这个人事 直接是对于中央政府不满呢 逃离中国呀等等等等 这一些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 结果呢习近平突然就说到了自己的父亲 说到了习仲勋 他说呀 说当时啊 这个他的爸爸就跟他说 说中国呢是当时时局是有一些动荡的 那么本来啊 有一些人是是这个 在这个动荡的时局之后啊 是要离开中国啊 或者是对于整个社会呢 是进行了比较激烈的抗议 当时中国当局有一些人呢 就是要对这些人进行暴力镇压 要显示对于他们的狠手 要杜绝啊 这样的这个对于对于政府不利的声音的发出 但是啊 习近平说啊 说我爸爸就说呀 说这个时候啊 其实政府应该仔细的去 去审视审视自己 也审视他们不满背后的更多的原因 而不仅仅是对于他们的这个抗议的行为本身违法了 触犯了中国的宪法 对于这个行为本身做出反应 当时乐家会就非常感慨 说他没有想到习近平还有 这么人性的一面 这个话啊 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 因为我们知道习仲勋当时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动荡抗议是另外一个时代 但是现在在过去的一年里不管是结束疫情之后也好 中国的年轻人走上街头也好 中国社会上也是出现了一些 在平时我们看来比较罕见的这一种对于自己的啊 这样的一个一个我们叫做权力的这一种诉求 习近平当时说啊 说要审视他们不满背后的原因 而不仅仅是去解决这个抗议行为本身 他现在是不是还在坚持这个想法 你认为当时习近平是故意去啊 这个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去这个这个啊 以这样的一种虚假的作态去这个 向美国的这位大使表达自己的某一种人性 还是他当时真的就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他两者可能都有吧 第一个他可能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讲 他还是要讲一套这个光明堂皇的一些话 只不说在光明堂皇里面有一些柔性 第二方面呢我认为他讲的也是真实的 因为为什么 习近平先生在当这个福祉区后 当广东省委书记的时候 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到一个地方去看啊 这个村子里都没人了 只有老人就像现在的这个中国的农村一样的 那个时候这些人并不是跑到广州啊 或者跑到北京去打工了 而是逃到香港去了 逃到香港去了 他看了这些情况啊 非常的痛心 这种痛心就是使他有了一种变革之心 他后来去了澳大利亚 去了其他地方就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说我们能不能让劳动力现在到香港去的这些理由啊 我们让他在中国就可以实现 这个时候他怎么办呢 他就说我们有劳动力啊 我们能不能帮助你们这些人来加工啊 成本比香港便宜嘛 他就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一种想法 那个时候的香港那个时候的台湾那个时候的新加坡那个时候的这个韩国甚至是日本很多地方都是这种小作坊的这种贸易企业 就是说美国有一个什么小公司我就给你一个订单 然后你帮我生产 那比美国生产便宜嘛 就这么简单 所以叫来料加工 材料都是我的 订单也是我的 你就负责帮我加工一下 就是习正勋就最开始做这个事情叫工业区 工业区就后来成为了深圳 珠海汕头和厦门的经济开放区的一个延续 习正勋是在这行的第一号公司 后来当然有很多人 包括江泽民也是其中的参与者 这个大家都没有想到的 因为江泽民出来以后吹牛啊 改革开放跟他有关 实际上还真跟他有关 那习正勋因为他 他儿子当了第一把手 所以大家认为去配这个习正勋 其实真实的情况是这样 那个时候的民众就是逃跑 但是那个时候逃跑是什么待遇呢 如果真的你在边境上逃跑 有可能开枪 开枪是大死 在罗浮桥的时候大家注意到 罗浮桥的山上 香港这边有很多盆墓 有人就说 哎呀 那是逃港者 是不是逃港者 我不知道啊 但是呢 确实有这种情况 然后抓回来之后 你要继续被批判 如果你被逃跑 那个时候香港是实行一个什么政策呢 只要你跑到香港的市区 你就立即有身份 你就可以留在香港了 因为香港自己本身也缺人口 然后也是缺劳动力也是个原因 所以 习近平在这种比较柔性的政策方面 他表现是不错的 另外 无论是针对胡耀邦的处理 甚至六四的处理 他都表现出某种柔性的特征出来 有人说他在六四的时候也支持了什么东西 那个都是名义上的东西 真正来讲是比较柔性 习近平建罗家贵的时候 是中国那个时候刚刚经过比较大规模的抗议 主要是住院机的时候 国有企业变革啊 造成很多人下岗 然后这个城市进行 进行这个城市化改造 抗议好像前年比较有规模性的抗议 就八万多期 但是你很少看到用非常残酷的手段去镇压 我记得有这么一个案子 这个还真跟我有点关系 这个案子里面就是到农村去调查农村抗税啊 是抗什么东西 然后有一个市委书记就说要开枪 也太没说开枪了就镇压 结果一个武警就开枪了 正来把一个农民给打死了 这个事情朱英俊听了以后暴跳于来啊 把那个市委书记给撤职了 但是那个市委书记后来又成为人了 宋委书记就清光荣 然后这个案子呢 是我把它拿到一个朋友 那个朋友就后来给西方媒体发出来了 然后当时候整个的政府就抽调干部 就直接到那个农村去征典 好几年时间就是想消磨这个矛盾和对抗 那如果从人权的角度来讲 那中国政府这些年镇压抗议运动是很厉害很厉害 有很多侵犯人群的这个表现 但是在中国政府来讲 他们自认为已经用了最大的克制的程度 不产生这个流水 因为1989年的那个流水 已经给中国太大的这个教训了 那么这个最近几年的抗议事件 很多人说啊 那个政府非常的野蛮 抓去坐牢抓去怎么样 但是也有人就说呢 实际上整体来讲它是两方面的 第一方面还是比较的柔性 站在中共的这个传统来讲 要有文革的时候那就不得了了 你可能命都没有 那现在呢是给你一些处理 虽然这些处理我们认为是不应该的 但是它整体来讲 就是站在习近平的角度来讲 还是算比较柔性 你看这个疫情之后那些抗议活动 很多人可能就消声移极了 但是也没有说真正就把他们打死了 后来我们发现这些人还是出来了 就是说可能中共威胁他们 你出来以后不敢不准讲话 好谢谢这个和民先生的补充 再要说到一个人就是佐利克 佐利克我们知道啊 曾经是美国的财长 之前其实是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 后来曾经担任世界银行的行长 之前都在他担任国务院官员的时候 就与习近平见过面 但是世界银行行长的时候 也与这个习近平见过面 他就说啊 说他对习近平的印象是什么呢 就是他实际上是个很友善的人 特别是和比如说和普京相比 习近平不是那种和人交谈起来 这个居高临下 很有这个我们叫做一代霸主 这个感觉说习近平不是 习近平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友善的人 但是习近平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他和普京相比 普京是夸夸其谈 讲自己的历史 讲这个什么这种感觉 习近平呢 他有这样的一种 不太愿意多说的这样的一种特点 他就说呀 说你可能就是说 跟他自己历史上的某一种伤痛有关系 说在文革中十年啊 后来呢 是这个灯 虽然是灯顶到了中国权力的顶峰 但是呢 他在这个中间中啊 似乎老是有自己心里的某一种隐痛 不愿意透露太多 这要说到佐利克这个人啊 用戴维斯的话说 就是说他几乎是像 像一个记者一样 有这样的一种亏音痞啊 对于其他的领导人 佐利克就是见到领导人 他就在打听 你最喜欢的袜子品牌是什么呀 昨天吃了什么呀 家里丈母娘怎么样啊 佐利克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他就发现说说 我这个话吧 比如说我跟普京说 普京可能就说了 但是跟习近平说吧 他就好像老是 不是特别愿意跟你聊这一些 不太愿意透露自己个人经历的 太多的情况 但是相反呢 习近平不是巨人千里之外 不是那种不尽情力的人 他又是比较友善的 这是一种怎样的观察 何明先生 这个里面有几个原因 就是说你看到习近平 他有一种个性 在上上下上的时候 就表现出来 我经常到外面去冥想 为什么会产生一个冥想呢 未必一定是像我们现在 交叛的冥想 就是到旁边去想一下问题 主要就是因为当时 他实际上跟民众之间 在真实里面其实是有距离的 跟群体之间也是一种距离 甚至他后来还逃离了 逃离之后 还被抓起来 怎么样 然后父母 比较早的就被赶去中南海 那个时候 对他的内心世界的伤害是非常之重的 哪怕是习近平拿到权力之后 他的这个父亲 给他的很多的教导 都很难想象 到底讲了些什么 有一个信件我跟你讲 就是在洛阳 他父亲 在洛阳跟他的儿子谈话 叫他弟弟离开 就只跟习近平谈 就是让习近平肯定讲了一些 在家里都不能公开的东西 就非常的隐蔽 甚至到了他当这个 在河北 在厦里面工作 当这个县委书记 和副县长 他是当农民啊 就是几乎是农村了嘛 那个所谓县委书记 就是跟农民打交道嘛 作为一个 太子党来讲 在北京的太子党来讲 是最早的一批人之一 这也就是他今天爬的这个位置 跟当时有关系 但是你不要以为 你在这地方工作 会得到农民的支持 会得到 基层干部的支持 很多人就非常反感他 所以说你是什么人呢 你一来三十来岁 你就当了区域干部 我们从什么时候革命开始 我们到现在为止 还是个科技干部 所以很多干部反感他 农民也不理解他 他说你不要说农业大战 你们就直接种一点 松菜到石家庄俊曼 也会比你搞松菜好 对吧 我们应该搞旅游经济 那个地方有赵子龙 赵子龙的那个寺庙 应该把旅游经济发展起来 原来他把红楼梦的这些演员 什么东西搞一个红楼梦基地 他跟当代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遭到了很多人的反感 然后从这个省委书记也去嘲笑他 说你爸 这个习近平跟我打招呼 要照顾他儿子 就让他搞得非常的难堪 非常的狼狈 这些东西人生中间所遭受的这种处责 实际上在他的党里面是比较复杂的 他的党有没有 一方面他们感觉到江山我们理所当然做 但是另一方面内心里面 他们始终有一种灰暗的角落 好 谢谢这个何明先生的补充 同时啊 祖立克还回忆到一个细节 说这是他有一次在世界银行的 某一个高级官员的小型会议上 当时习近平还是副主席 副国家主席 问习近平说你发展的优先事项是什么 习近平讲 但是他说啊 说习近平每一句话开始都说 说中文共产党有8668万名党员 每一句话都这么开始 祖立克就说 我从来没有从其他的领导人里听到 类似的一个回答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 就是说 说这个习近平他自己呢 他不认为自己是这个 怎么说就是他对于这个党 这个党所代表的东西 是有一种比较执着的 这么一种意识形态性的信念的 那么这就涉及到 近期我们谈到的 王春汉先生的一本书 王春汉先生的一本书 就是讲到的就是说 实际上习近平是这个党的代言人 而这个党呢 又是中国统治的这样的一个机器 那么 习近平他对于党的忠诚 他对于这样的一种啊 这个这个意识形态化固化的忠诚 似乎是他血液里的某一种东西 其实他在和别的官员在讨论 从经济问题的时候 他要从我们是有八千多万党员 但是现在可能已经超过八千多万了 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 这是不是习近平意识形态的某一种底色 确实是 我跟一些元老和中国老干部谈话的时候 他们动不动就是这一套 什么党员啊 什么组织啊 这个里面也是他权利的基础 这个里面有几个因素 第一 这些人是统治者 他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 他哪怕是一个普通党员 他在中国都享有某一种特权 但是他在享受特权的同时 他又承担了这个社会的领导者的责任 所以出现什么危险的时候 党员干部要充断在前面 他有这种号召 那么第三个的这些党员干部 也是社会上的经营阶层 靠他们来管理这个社会 因为他们也得到了跟一般的平民不一样的这种待遇 它是一种交换关系 它跟美国不一样 美国只会你想去当官 对吧 你通过这个党去 加入一个党制 搞什么东西 一般加入这个党就是一种 参加俱乐部一样的一种兴趣 没有什么利益的 也没有什么东西 就是大家顶多在一起玩一玩 甚至连玩一玩都没有 就是你注册一下是什么党员 但是在中国是一个实在的一个党员 这个里面就是一种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又是它的实际性的 权力运作的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这个是美国的政党很难理解的 美国的政党或者说 包括你从中国出来的人 你都会对这个党的意识形态一种业务感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意识形态在苏共和毛共时期 毛泽东时期 都把它变成一个暴政的一个机器的一个代表 而对于习近平来讲未必是这样 这个事情也是使我很长时间困惑和思考的地方 我也是受于一个对党的意识形态非常厌恶的一个人 但是我有时候在想 如果没有这个党的机器 习近平靠什么东西来运作呢 因为他也不是个民权的官员 对吧 他也不是一个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非常标准化的 一个官僚体系的一个代表 他两者都不是 所以他就靠这个党的这个机器来 来推动他的这个变改 要达到他的目的 好 谢谢和平先生的补充 整篇这个戴维斯先生的文章中 还透露了一个非常非常在我看来关键的细节 这是来自谁呢 是来自小布什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先生 他就讲说其实在布什政府的时期 我们就得到了一份备忘录 由情报机构向我们提供了 就表示说 说当时的中国电脑的江泽民 已经设定了2008年 这个最后期限中国解放军在2008年之前 就要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 这个话我们听起来似曾相识 现在美国政府也在讨论类似的习近平的命令 当然这个入侵年份有人说2024年 就今年了 有人说是2027年等等等等 那么到底现在看来这个情报完全是错误的 但是当时为什么会收到这样的一个情报呢 就连哈德利自己也不确定 到底他们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一个情报 是不是中国领导人常规的 在担心台湾方面可能会宣布独立的 这个前期可能会对军队有这样的一个指示 而美国是错误的 把这个情报解读成为行动命令了 其实只是某一种警醒 那不知道 但是呢 哈德利记的说 当时的情报是什么呢 说的确确作作 是江泽民直接向解放军发出了这个指示 那么到了2008年之后 到底怎么样了 谁也不知道了 但是我们知道2008年没有发生的是武统 这个事情怎么看 但是它本身在历史证明是没有价值的 真正有价值的是 就是江泽民有没有在现实中间有没有下这个指令 2008年或者多少年解决台湾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但是它不是一个精确的一个组战的一个系统 而是说呢 而是说呢 给军队一个警醒 你要知道今天的中国的军队啊 是党的军队 它的名字呢 叫中国人民解放军 解放的意思是 别的地方没被解放 就是说 曾经就有人讲过 中国解放军应该改名字 他们说台湾没有统一之前 解放军名字是不能改的 所以也就是说 解放台湾实际上是中共一省的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说 是明年还是后年还是大后年的问题 就是说具体的时间问题 2008年 江泽民说我们2008年要达到什么目标 我们要能够对台湾形成某一种能力 或者说对台湾如果他们宣布独立 我们要怎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种东西是肯定会有的 肯定有的 但是时间一转移 台湾如果软化了 或者是美国软化了 美国不愿意发生战争 台湾不愿意发生战争 这个前提条件不再存在 其实跟今天是一样的 今天不是一个2027年的问题 或者2049年的问题 只要台湾 对大陆方面的 这种独立的意识 让中国大陆 没有那种恐慌的感觉 中国大陆是不会动武的 美国说 我把台湾就变成一个收拾你的基地 前说正地 中国是不会动武的 这是应该是一种基本上的尝试 这种尝试就在于 不是说统一台湾我习近平就伟大了 因为你统治台湾 对家是无法想象的 不要说战争本身的对家 战争之后的对家 会多严重啊 你要知道1989年 六四大家好觉得 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了 明治运动没有了 但是1989年的这次留学事件 对中国的国际关系 对到现在为止 都是一个根本性的障碍 很多的科技的这种 限制就是在六四的时候 产生的美国 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恢复啊 很多的关系都并没有完整的恢复的正常 更何况这个留学事件 给中国人的这个内心世界的 造成的漫长的一种伤害 所以我不认为这个台湾问题 就是说 中共哪一个领导人都不会 请来主下这个决心 就把台湾给收拾了 但是作为一个统一的目标 和现实的台独口的 营化的必要的武力的准备 我认为是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 因为强到什么程度 强到现在 他经常会突破云内的很多的模糊线 好 谢谢和民先生解读 最后要谈到的就是 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在采访博明以及奥布莱恩的时候 两个人都确认了一个消息 实际上 当时博明和奥布莱恩呢 去了莫斯科一趟 在川普政府的时期 会见了大一大批的俄罗斯官员 想透露一个什么信息呢 就是他们认为的反向基辛格 什么是反向基辛格呢 他们就跟俄罗斯说 你说是墨西哥帮我没听明白 墨斯科 墨斯科 反向 这个和民先生 这个终于是反击 李奇你的这个普通话 如此之差 他们就跟这个普京方面说什么呢 说19世纪的时候 你们俄罗斯可是夺取了中国 数千平方英里的土地 说习近平在不收回这些领土之前 是不会罢休的 那言外之意是什么呢 就是说俄罗斯你不能靠着中国 你得靠着我们美国把这个俄罗斯 从中国这边拔过来 他们认为是反向了基辛格 那现在我们看到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现在俄罗斯对于中国的依赖 似乎已经是让这个把 让美国从这个把莫斯科 从中国这边剥离 已经变得不太现实了 但即使在现在奥布莱恩仍然认为 如果俄乌战争结束之后 还是要向俄罗斯人接触 要他们解释 说你和这个啊 你曾经夺取他们这么多领土的一个国家 走得这么近是不符合你们的利益的 言外之意就是说 习近平最后还是要收回这些领土的 这个事情是不是现实 何明先生 我认为这个事情非常的现实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可能性了 至少在几年之内没有可能性了 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 一个历史所造成的 也是一个现实政治所造成的 就是中国的攻击基础 如果没有苏联 是没办法有攻击基础的 就这样 二战 如果没有苏联的红军 去打那么艰苦的战争 那光是靠美国和英国 会接纳很多 80%都是苏联干的 但是苏联干完之后 我就看了一些历史资料片 其中有一些细节 虽然不是很多 控诉这个苏联红军的 那种非常暴力的 那种行为 其实苏联红军在中国也是这样 苏联那种居高临下 苏联那种 对当时东北的地区的一些伤害 甚至 所以 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关系 远远比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要更加复杂 甚至可以说 彼此的不信任程度很高 这个 中国人不太相信俄罗斯人 基辛格也讲过 他也没有听过一个俄罗斯人 苏联人讲过中国的好话 但是美国自己失败了 美国自己的外交的食物 造成了 没有把苏联崩溃之后 那么紧密地融合到整个的欧洲阵营 如果 俄罗斯成为了一个 跟欧洲更好的一种结合 俄罗斯今天社会稳定 政治民主更有自由 我相信中共是非常非常难以生存的 作为一个独立的力量 但是很可惜 是美国自己把 这个普京拼命往这个东边推 而不使得在西边接受它 这就是实际上2008年的时候 现在的 情报局局长博恩斯写的报告里面讲得很清楚嘛 那些精英分子在自己的家门口 建立一个针对他的一个军事体系 是一个整体的反抗 不是一个个人的一个反抗 但是 很可惜 这个情况现在就变成 这个普京他不得不去 投靠习近平也谈不上了 就是跟习近平建成某一种联盟 但是中国也有这个 早就有心理准备 如果有一天 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进行改变 那么跟美国的关系进行改变 可能 中国之间就会产生一些变化 他们两个人之间不是那一种 完全坚定不可以改变的 不是这样 它是个动态关系 但是 但是现在俄罗斯跟西方要恢复关系 它早得很了 好 谢谢这个和平先生的点评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为大家总结整理了 鲍勃戴维斯先生这一篇文章中讲述的 他与美国的 对于对华政策负责 或者曾经有过与习近平打交道经历的 官员们所披露的一些细节 那么其中有一些细节呀 可能让您觉得有一点惊讶 还有一些呢 可能是您之前在其他资料里面 没有看到过的 这呢 就是我们这一期思想先举报 希望为大家提供的有关的信息 那么对于这些信息 您有什么看法呢 我们也欢迎您在节目的留言区 与我们分享您的真执着见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思想先举报的全部内容 下期我们再会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